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乔治表示胡人对他很生气 但他不想浪费人们的时间 胡人对我很生气 乔治说 我没有跟魔术师约翰逊一次会谈 我能理解他们的生气 但是在那个时间点 我知道我会和雷婷许约 我不想推后这件事发生的时间 也不想浪费人们的时间 乔治已经做出了选择的话 不给胡人会谈的机会没有问题 山水有相逢 或许 礼节性地交谈 或者接触是可以有的 但胡人方面不开心终究不合适 赶紧修复修复吧 毕竟这还算是他的家乡球队了 而巴恩斯称 如果西爵是胡人vs勇士 不会惊讶马特巴恩斯在一档节目中谈到了胡人 火箭和勇士 他表示如果新赛金的西爵是胡人vs勇士 自己也不会惊讶 魔术师是巨伦的掌舵者 乐布朗是领导者 他们完成了不错的野流工作 我不知道他们能否击败勇士 但是如果他们和勇士在西部决赛相遇 我完全不会感到屈惊 巴恩斯说道 巴恩斯还分析了胡人的阵容 对这支胡人新赛季的前景比较看好 对于另外一支上赛季 打进过西部决赛的球队 火箭 巴恩斯则直言这支球队实力下滑比较多 我认为火箭失去了很多 巴诺特和特雷洛 阿里扎 他们总是防守对方最好的球员 命中三分 出现在最合适的位置上 巴恩斯认为击败这支勇士的关键是防守 没有人能在进攻上比过勇士 他们失去了两名重要的防守者 虽然牵下了梅罗安东米 能够增加进攻火力 但是你要能阻止勇士 没有人能在进攻上比得过勇士 你要能防下来他们 所以我不知道休斯顿是否还能走得更远 巴恩斯说道 没错 防守赢的总冠军 防守不会因为手感好坏出现巨大波动 现在的疑问是失去阿里扎和巴默特对火箭的防守影响有多大 巴默特在面对勇士的系列赛中只出战了四场 场均仅有13.5分钟的上场时间 失去他影响并不算大 阿里扎的离开对火箭来说确实是比较大的损失 但愿文尼斯的加入能够尽量弥补吧 三 女篮92分大胜香港亚运会女篮的比赛中 中国女篮123比31大胜中国香港女篮 在第三节到第四节期间 中国队还打出了一波45-0的攻势 看到这个分差 不少球迷调侃到 相间可太极 实际上 在亚洲的篮球比赛中 经常出现这种悬殊的比分 三 各个地区的重视程度不一样 发展水平不一样 导致了这样的结果 四 姚明建议周琪要更勇敢对亚运会小组赛战上了菲律宾 姚明表扬了周琪 也对他提出了建议 希望他在对手破进比分的时候 勇敢一点 这一年让我们都觉得周琪变强了 但是现在他必须要提高一点 那就是要更勇敢 下半场你会发现周琪的作用没那么大了 一方面因为他体能下降 另一方面我认为是他内心发生了变化 在比分被迫进时 他需要更勇敢一点 姚明接受采访的时候说道 对于勇敢的来源 姚明坦言是来自于内心 勇敢的源泉不止来自于一个人身形的变化 而是他内心内骨必须要杀死对手的尽头 这就是勇敢的源泉 她来自于一个人的内心 而周琪就需要培养这种勇气 而实际上 不光是在上场比赛 之后姚明提出了建议 在对着哈萨克斯坦南来的比赛中 姚明也对周琪面受记忆 姚明的指导绝对无可挑剔 她自己也曾在赛场上冲锋陷阵 太清楚场上出现的问题该怎么处理了 看着姚明这么尽心竭力的为篮篮发展做贡献 作为篮球迷的我们真的挺感动的